那你打算什么时候 去考你的清华博士号啊 听到空气中啪啪的响声了吗 那就是你被打脸的声音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真的没有想到 就是昨天突然说到这茬儿 而且我们的队长还拿猫套路 我一下没把支柱就答应了 但是现在还在试用期啊 我们队长说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什么真理啊 就是他是个好男人 和许泰伦他们不一样的 之类的 你们两个能不能好好谈个 正常人的恋爱啊 神秘兮兮的也就算了 现在还搞个什么实验 不满意还能退货啊 三个月试用 五年全国联保 可以可以 那 你好试用哦 那也不成功 那我们不忍耐了 我们去看下一次 玩具有没有 但我们也不下定了 那我们再聊天 嗯 你在跟谁说话呀 正常的社交对象 谁啊 格比AD 教皇啊 还正常的社交对象呢 你是不知道 教皇第一天来中国的时候 有粉丝带着你拆斯曼的灯牌 去机场接机的壮举呢 刚说什么呢那么开心 你又不读书 你又不看报 许泰伦那件事情曝光之后 我们昨天采访又带了一波节奏 现在的舆论是 论国家职业圈里面 无论是否是外援 都管不住自己 要求俱乐部加强管理 刚才我问教皇要不要进行一下 老男人之间的决斗 比如喝酒 他说门禁 俱乐部现在晚上十点之后门禁 禁止出门 除非有上层集体活动 否则就算饿死也只能点外卖 还有这种事 会不会矫枉过正啊 怪不得爱家最近都洁身自好 不去找晋阳呢 瑞克 隔壁都行动起来了 我们可不能落后 咱们就没有门禁吗 咱们队员自觉用不着那么搞 什么自觉 刚刚你家A帝 还想拐隔壁家A帝出去喝酒呢 宋师 宋师 朋友是不是饿了 我来看看 来看看 你瞧瞧 怎么还感到 是不是饿了 是不是饿了 看看啊 看看 看小嘟嘟 小葱 是不是饿了 你的手好软 臭流氓 猫都比我过得好 怎么了 猫都能抱着她媳妇睡 大饼是太监 太监猫都能抱着她媳妇睡 小葱也是弟弟 太监猫都能抱着她的小太监猫媳妇睡 而你 只有决战平安京 拜许泰伦所赐 OPL俱乐部全面调整管理 YQCB首当集中作出规定 队员十点后禁止独自出门 这和坐牢有啥区别啊 晚上基地门一关 一人一套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别说拿总决赛冠军 几年后 考个清华北大还不是顺分中的事 其实也不单单是韩元的问题 主要还是人品的 睡烦 也不是所有人都不睡烦 那个YQCB的中单爱家 自己不就是个典范吗 女朋友经常在基地出现 好像也不是工作人员 长得是挺漂亮的 她女朋友 看起来也是粉丝转胜 谁是她女朋友啊 你没看到一个 她女朋友吗 都写得明明白白了 我的天 怎么把火烧到金阳那里去了 这肯定就是睡粉哪 实锤了 妹子长得挺漂亮的 大张嘴 她全身上下乡奈尔 哎 包都是限量的 嘻嘻嘻 那爱家养智女 还要点花多容 爱家吃义 被一脚灯 只为供养无业女友 真是好惨一难哪 静阳 你没事吧 姐被带了一首节奏 你看着可能会暴血管 但是我建议你不要去 竞圈养智场跟他们一般见识 女人真可怕 还好我诚哥单身狗 不想让别的妹子来影响她的职业状态 希望各位哥哥姐姐行行好 离她远一点 怎么办 怎么办 头一次觉得跟别人宣布自己正常又纯洁无比的恋爱 简直比拿世界赛冠军还难 姐妹 职业电竞选手是不是注定孤独终老比较好啊 否则谈个恋爱 很容易把家属推到万丈深渊的呀 我告诉你们 东西可以乱吃 大不了就一条命 话可不能乱说 这是害一个无辜男孩并单身狗的节奏啊 你们这是作孽 你们知道吧 行了 行了 别叨叨了 我有女朋友怎么了 我打游戏的键盘都是女朋友送的呢 我女朋友啊 是我很久以前追到的 城市赛的时候 是是是 我追她 我追她 我强调一下啊 重要的是我强调三遍 是我追的她 照片呢 你们也扒出不少了 哪次见她 看我的眼神中 闪烁着崇拜的光芒 我告诉你 我立马回去烧高香 我女朋友怎么了 有没有她 我们都是宝极 她有鬼节奏啊 宝极特光荣啊 扔上个毛啊 隔壁战队都听见了你秀不秀 丝毫不必闲 小姐姐可以迎着狂风就上了 去玩吧 想为你高跟一曲椰子 会是真的长 一马上 不宝宝 你还有一点 便宝 你问我 诶 请猫 您有什么故事 我拨打不老 我拨打不来 我拨打不来 我拨打不来